英文老师Tony Chen他现在当起了庙会咖 最近几个月中南部的各大庙会活动赫然看到了Tony Chen的身影 他唱歌舞音波曲员舞步让人喷饭 但是尽管如此却让台下满堂彩 短短一个多月接了二十几场的表演 每一次演出十分钟价格是一万块起跳 他自己都说真的是比教英文还要更好赚 而这样的报效表演现在让他竟然要跨足到对岸去发展了 他现在已经接下了大陆二十五场的商业表演活动 每一场的价格又暴增成了一万块人民币 Tony Chen老师不跑通告改跑庙会 但一开口就走应主持人差点跌倒 头领圈老师大秀歌艺但无音不全 台下有观众捂着耳朵直接走人 没关系搭上炉花 两人来个假神雕俠旅配 新鸳鸳蝴蝶梦也能唱得里里到老 让人听得好辛苦 可别小看Tony Chen无音不全的歌 胜账的表演已经为他赚进了不少钞票 交英文一堂才赚五百七十五元 但他跑庙会的价码一场十分钟就进涨一万元 大秀苦练的歌艺五部 Tony Chen还当众劈腿一点都难不倒他 他专攻中南部庙会一个多月 已经接了二十多场 根本比他交英文还好赚 不但如此 Tony Chen还接到大陆25场的商业 每一场一万人民币 难怪Tony Chen宁可改当庙会咖 就算五鹰不全 就算五部让人喷饭 他靠这几招也能让荷包满满 大陆的亲爱的朋友我来了 中联系文基建后永远方高雄报道